王一博在没有大火之前也是比较幸运的,因为他被天天向上节目组选中,成为天天兄弟的一员,时至今日,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,去年王一博凭借陈情令大爆,成为娱乐圈里的顶级流量,不忘初心的王一博,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节目,哪怕自己的档期非常密集,也要尽可能的参与录制,由于当时天天兄弟中王一博的年龄最低, 也没有什么恋情绯闻,所以,节目组经常安排王一博与前来录制的女嘉宾互动,也就是顺势吵一下短暂的CP,赚取点节目热度什么的,而对王一博本身也有些好处,就是可以靠着恋情传闻增加点热度,毕竟当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,关小彤、宋祖儿、程骁等女嘉宾都在节目中与王一博有互动,关小彤来录制节目的时候,曾经与王一博一起跳很甜的舞蹈,两个人的小眼神真的开心。 一股青春活泼,青春洋溢的感觉扑面而来,当时关小彤还没有和陆寒谈恋爱,王一博身上也没有绯闻,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之间互相有好感。 而且两个人还配合节目组,拍摄了一段偶像剧画风很浓郁的短片,两个人在短片中很恩爱,还用吸管喝同一杯奶茶,俊男美女的组合不要太般配。 还有宋祖儿来录制节目的时候,也被节目组安排与王一博拍摄外景,王一博还亲自给宋祖儿拍照,别提多么的绅士了。 在事后,宋祖儿还吐槽王一博嫌他话多,直言你们家里人的人没有嫌你烦吗?直男的属性无疑了。 同公司的承销来录制节目的时候,也被安排与王一博有合作。 由于两个人都是唱跳出身,所以只要上节目都会来一段急性的舞蹈。 但是频繁在节目里互动,也引发了一些绯闻的声音。 但是,自从王一博大红之后,这个福利就没有了,变得不一样了。 火了之后的王一博,在录制节目分配嘉宾的时候,节目组故意避开,给王一博安排一些女嘉宾,而是安排了一些安全的男嘉宾。 在王一博走红之前,节目组经常安排与女嘉宾搭档,而走红之后就杜绝了这种情况。 看来,节目组对王一博还是很疼爱的。 请agers。